- 大家好,我是楓 我們又回來這個多人生存世界了 那我們上一集成功的把我們的小屋子蓋好了 這個小屋子不只功能齊全 而且非常的便利 我們在開始之前 我們要先把房子做一個簡單的樓層分隔 好了,我們先準備一些材料 我希望能夠還是有樓層的感覺 因為我這個房子目前其實高度並不高 我想我們就直接用木材好了 我們先砍一些原木好了 我們先收集一些原木來做這個簡單的樓層 分隔地板 用木橡木材就可以了 那我們收集一下原木 好了,我們原木收集的差不多了 我們那個蜂巢我們之後會去處理它 我們把這個樓地板的部分呢 通通換成橡木材的半磚 這個半磚的話 我不確定多少才夠 我記得我之前是不是還有剩 沒有剩,好吧 那我先來看 這樣18個肯定是不夠啦 那我上面因為已經有燈光的話 哇,我在想 來做個簡單的收納空間就好 來,就有樓層的感覺 來,我們再拿一點 好,像這樣喔 那上面我們就可以放箱子了 像這樣放 我先示範一下,放箱子就可以了 我們上面這邊就可以做這個 簡單的收納空間 嗯,就像是這個樣子 那因為上面是階梯嘛 那階梯的話其實箱子是打得開的 這樣子我們就不怕 我們的東西沒有地方放了 好了,言歸正傳 我們今天這一集要做什麼了 我們今天這一集呢 準備要來蓋這個炸石機 因為我們目前是在生存的初期 所以有很多很多的資源都沒有 那之後可能會需要去找村莊 運送村民 在運送村民之前 我可能先需要準備一些石頭 這個石頭不只可以之後方便換綠寶石 也可以來做我們的基礎建設 好了,那話不多說呢 我們就先去準備一些材料 這個大部分的材料都是鵝卵石 我們先來挖一些鵝卵石 哦,差不多了齁 我覺得鵝卵石 我剛剛是受傷了嗎 蛤 我剛剛是受傷了嗎 好,鵝卵石差不多是這樣啦 那我們還需要去準備一些特殊的材料 我們先到地獄去 好,我們就開在這個位置 好,我們把地獄門開起來 好,開在這個位置 我們稍微吃飽一下 好,那我們要去地獄做什麼 我們要去找這個石鵝 在做這個炸石機呢 其實最重要就是能夠感測它嘛 那我們需要先到地獄 去把石鵝挖回來 走吧 我們直接前往地獄 那進地獄之前呢 有可能會被炸門 我們就 這個地方擋起來 哇 哇,這個地形超棒的啊 OMG 我竟然來到這種地形 看一下附近 我想哭 OMG 這是什麼東西 那邊 有啦,稍微 我看一下喔 會連一個石鵝都沒有吧 我的天啊 我,我竟然可以中大獎耶 好吧,走吧 找石鵝去 唉唷,有機會囉 有機會囉 看到一點不一樣的材質囉 喔,這邊有黃金 看到黃金了,我們再走 這個沒關係 我們岩路都鋪這個 等一下不夠的話再鋪 玄武岩就好 好,走啦 繼續找 尋找石鵝之路 呵呵呵 唉,有機會囉 有機會囉 唉,那邊有石鵝了 我 疊一條路過去好了 方便我們之後來做這個 方便取用 我們還是用玄武岩 黑石 嗨 嗨 你不要,你不要來 你不要過來 幹嘛 好,可以了可以了 我們拿到石鵝 唉唷 唉,有石鵝了 上面其實也有 上面其實也有 我看一下 剛剛有,這上面也有 這上面其實我們可以疊上去 好啦,我們下去囉 最重要的石鵝 只要有挖到就可以了 我們回家去,回家去 快走快走 哦,晚上了 晚上了 我看一下哦 蜜蜂應該 我猜是回家了吧 我也不知道 我們稍微讓他區塊加載一下哦 然後讓蜜蜂先飛回家 我看一下蜂巢在什麼位置哦 蜂巢在這個位置 我們先把蜂巢挖起來看看 哦,看起來 裡面我也不確定有幾隻蜜蜂 確定不是三隻啦 因為三隻的話會解成就 我們先回家睡個覺 好了 那我們就用最快的速度 把這個炸死機 蓋出來囉 好囉 經過一段時間的建造 我們的炸死機終於完成哦 我們要做最後一個動作呢 我們需要一桶水哦 倒上水哦 等一下TNT在引爆的時候 就會被往下排哦 接下來 我們就直接來測試看看 這個DNT能不能正常被引爆哦 我們就直接把這個把它敲掉 哦,有了 乾脆有了 好 再來我們把它放回去 哦,這樣也可以哦 那再來哦 因為我目前的這個資源 沒有史萊姆方塊哦 所以我沒有辦法去做一個方便的開關哦 不過沒關係 我們的目的是在初期能夠獲得這個石頭哦 所以開關的部分 我們就先用手動哦 好 那怎麼手動呢 其實也很簡單哦 在這個地方只要放上一個石頭 上面放一個拉桿就行了 這個開關只要做快速的開關動作 它就可以產生一個很短的信號 這樣子它就可以一直去產生這根TNT哦 像這個樣子 那我先把它關掉哦 好,我們先下去把下面的水呢也把它補起來哦 下面的水也需要把它做一個補充 我們這個地方只要補完之後 就可以正式的開始收集我們的鵝卵石哦 好了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所有的影片內容 如果你喜歡看我玩這樣的多人生存 不要忘了接影片一個讚哦 如果今天的影片破100讚 就會加快更新時間哦 好了 那我們就下一集無拘生存再見 到就掰掰